由中部七县市组成的中台湾区域这里平台 至今迈入了第四年 七县市共同合作提案达到110案 今年轮到苗栗县主镇 这天就举办闪亮中台湾商圈邮购站行销记者会 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主任秘书谢荣峰 与七县市的首长共同来启动商圈行销活动 将中台湾特色商圈的旅游以及观光 推荐给全国民众 充满力量的股神为记者会开场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去年底办理110年度街区营造竞赛补助计划 其中中部区域总共有八个优质示范商圈得到补助 由苗栗县举办行销记者会 希望将中台湾特色商圈的旅游及观光 推荐给全国民众 那像我们苗栗就是推南庄三层的化研品牌 像南投也有中仙先生 圆林 嘉义 以及台中市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一个品牌 各地的观光客都能够借着网路来行销 然后到自己想要去的定点 这中部整个旗线市八个商圈能够进来 其实是非常好 然后也是一样在这边的可能 从一起开始在进行业业业再起来 然后把整个环境在这边作造了非常好 而且不使用整个竞技部的职业 还用了帮助其他部队和平方的职业 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的商圈环境 中部七仙市组成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 四年来共同合作提案已经高达110案 包括政策 各种观光旅游以及产业行销等等 今年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 为振兴疫情后疫情发展 整合中部获奖的优质示范商圈 办理联合行销活动 透过行销记者会 让民众看见中台湾商圈命令 这是云林县虎尾魅力商圈 展出布袋戏以及毛巾虎尾酿等等内容 希望大家来到云林感受深厚的人情味 以及丰富文化 云林县虎尾魅力商圈 可以说是透过我们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所公认全台湾第一名的一个魅力有特色的商圈 那今年也是我们第20年20届的国际偶戏节 那我在这里欢迎全国各地 所有热爱布袋戏的乡亲呢 能够来到云林县 来看看我们现在布袋戏的 现在的传承保存 以及延续发扬光大 远远的四丸钢雕 还有铁桥晚上的这个光雕 那我们这个百人的虎尾水塔 晚上也非常的漂亮 还有永翠阁 今天也有带来我们虎尾的饼 虎尾的酒 就是我们虎尾亮的酒 虎尾肉干 这都是我们虎尾地区非常好的一个特色 透过区域平台合作 汇集中部八大商圈展示营造成果 欢迎大家到有兴趣的商圈旅游体验 接听会此苗栗线采访报道